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保护好朱老太爷 诺 想抓我 没那么容易 陈豫 你还是乖乖跟我回去见皇上吧 皇上 朕派你去寻找碧罗天 你却带着花不器逃跑 竟然还结了狱 陈豫 你可知罪 为臣知罪 既然你认罪 只要你把东西交出来 朕就留你一个全尸 东西 为什么不知道皇上要什么东西 死到临头还跟朕装糊涂 如果你不知道这一切 你为什么藏匿 必罗天圣语花不器 皇上密告朱服 与东方反贼勾结 要严惩朱服 不弃天真烂漫 又身世可怜 他才刚回到朱家 和朱家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朕实在不忍他 他受到牵连 一时糊涂 想带他离开朱府 朕被备了皇上的旨意 朕罪该万死 但是皇上 为臣真的不知道您要的什么动静 更加不明白 不计怎么会是 什么碧罗天圣语 朕的爱妃已经告诉朕了 你知道花不器不是七王爷所生 难道你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 非臣的确不知 那你可知地图和圣物在哪儿 臣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两样东西 陈玉啊陈玉 朕问你 你却什么都不知 好 那朕再问你 你怎么确定 一定会有人接囚车 而且还向官爷借了兵 朕派阿福去找碧罗天 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朕怀疑 那东西就在你手上 你不交给朕 难道是因为你也想找到宝藏之后 谋反吗 非臣不敢 皇上 非臣如果真的有那样东西 明知回来是死 为何还要回来 皇上若是不行 立刻去陈世明便可 不过 我 blev保险的 公主 好 好 朕今天 就成全你 多谢皇珊 此臣一死 还臣父子清白 朕得必受 如果再入两分 你必死无疑 臣的心愿不重要 臣父子的清白 臣对皇上的一片忠心 能够让皇上看到变客 拿大军 优太医 冬太医 冬太医 老郎 老郎 小郎 再冬太医 下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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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 下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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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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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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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 会不会老太爷出事了 朱姑娘啊 你就别乱猜了 派出去的安卫 昨天传信回来说 朱老太爷 是路上受风寒了 所以才耽搁了 过几天准到 你没骗我吧 我哪敢骗你啊 朱姑娘 那传来的信呢 给我看看 信我给烧了 朱姑娘你了解我呢 我办事那是小心谨慎 看完我就给烧了 我倒觉得 你是真有事瞒着我 老实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真没事 真没什么事啊 你不告诉我是吗 好 我自己去查个清楚 朱姑娘 朱姑娘 你不知道外面 多少人找你 你要出去出什么事 我怎么跟少爷交代呀 那你就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让我心里有个数 总比我偷偷跑出去 你找不到来得好吧 你也知道啊 我最擅长逃跑的 行 那我把事情告诉你 但你得答应我啊 得安心待在这儿 行 你快告诉我吧 就是 朱老太爷让皇上给抓了 所以少爷去京城救人了 老大爷真的出事了 不是 朱姑娘 你一定要放心 你想啊 少爷武功那么高强 肯定能把人救回来 是不是 这几天一点消息都没有 会不会陈玉也出事了 不行 我要去京城 朱姑娘 你可是刚刚答应过我 要在这里安心待着的啊 可我现在就是安不了心 我担心陈玉 担心朱老头 你要我这儿 干你的消息 我办不到 小刘 要不你跟我一起 出去打听打听 朱姑娘 你就别为难我了 行不行 好好好 我不为难你 我肚子饿了 帮我弄你吃的吧 朱姑娘 先吃这个 垫垫肚子 朱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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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别出去啊 朱姑娘 你就好好在这儿单身吧 我担心陈玉 我得出去打听打听 朱姑娘 你快回来 你听我说 你先开门 朱姑娘 参见郡王 这是皇上特意命人 给郡王 疗养身体的补品 这什么香 回郡王的话 这是皇上 遇刺的香 可以提神醒脑 可以帮助郡王 早日恢复身上的伤 你去帮我 你去帮我离告皇上 就说等我伤好了之后 会主动扣谢皇 皇上说了 郡王与他 毕竟血脉相连 皇上还盼着郡王 早一些养好伤 再为皇上效力呢 皇上 皇上 只是希望郡王 安心静养 早日康复罢了 你去帮我告诉皇上 就说京城守备的儿子袁崇 他酿的酒队刀伤甚好 能否让他送一坛过来 诺 奴才 这就去办 奴才告退 皇上果然还是不信我 看来 皇上没拿到东西之前 是不会杀我了 他说要袁崇送药酒进来 是 那就让他送 准袁崇入宫看他 不过 要时刻关注他们 都说了些什么 回来跟朕禀告 诺 袁崇 你怎么把我 也在这儿啊 你可算来了 掌亲事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可是七王爷唯一的子嗣 他怎么可能谋反呢 更何况我们三个人 从小一块儿掌他 掌亲什么样的人 你不了解吗 在皇上面前 你怎么也不替他求求情啊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为他求求求 皇上现在可在气头上 我说再多也是无意的 我劝你一句 此事事关重大 你最好不要缠我 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皇上生气 他有个理由吧 他不会平白无故的吧 更何况 这事是你经手的 难不成 你真的有掌亲谋反的证据 我告诉你啊 有 那也是假的 那是别人陷害他的 事关重大 无可奉告 你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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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故中传来消息 郑晚爷说 三家您泡了药酒 皇上安卓您 进口给郑晚爷送药酒 你不用看我 长青叫你去 你去便是 你有什么不知道的 你去问长青吧 送药酒 长青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袁公子 郑王 袁公子到了 有了公公 袁公子客气了 这是做奴才的本分 皇上知道 袁公子与郡王是兄弟 许久没见 肯定有许多话要说 特意叫奴才 遣散了众人 让郡王与袁公子 好好说说话 多谢公公 那 奴才告退了 赵青 你怎么受的伤 严不变重 没什么大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就被说成魔法了呢 那 张青 你要的药酒 我给你带来了 我加上药酒啊 对治疗刀伤见伤 那可有奇效 要不是你要的话 别人要我还不会给呢 皇上不让你去查什么憋罗天吗 你怎么会以模仿的罪名 被抓起来呢 我林医科的身份 被皇上知道了 皇上怎么会知道呢 是剑妃 剑妃 他怎么这样啊 嘘 来 坐下 这买有求荣的东西 我本来也不想告诉你 我们三个人如今走到今天的地步 剑妃早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 他为了往上怕 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我告诉你 就是让你心中有数 以后别被他利用了 在权力面前 兄弟的友情就那么的不堪一击吗 别想太多了 总之 我们做兄弟的 不曾富过于他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 我长时间没回去 不计恐怕会不顾危险来精神掌握 你替我照看好的 若是他有什么难处 你要顶力相助 放心 你好好休息 我过几日我再来看你 袁公子 这就要走了 长青的身体还在虚弱 我不便久留 免得影响他休息 那奴才替你引路 长青 我先走了啊 你好好休息 我过几日再来看你 幸亏连一刻闯荡江湖多年 知道如何解这个毒 原宠 谢谢你的要求 白大人 白大人 咱们改日再议 好 那 我先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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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我先告辞了 我先告辞了 我再去 我先告辞了 我先告辞了 你们一个七王爷之子 一个京城守辈之子 我一个岌岌无名之辈 怎敢与你们称兄道弟 你说的那叫什么话 我说的没错吧 从小到大 你们对我有几分真心 几分假意 我心里清楚得很 也许你现在对我还有几分真心 可他沉语 不过是将我视为根端罢了 你说的那叫什么屁话 长青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他带你不薄 你 你怎么能忽然猜疑他呢 带我不薄 多么施舍的语气啊 没错 我当年只是一介不一 你们肯一尊将贵与我为伍 真是委屈你们了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我们一直不都是好朋友好兄弟吗 恐怕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想吧 你 亏我一直把你当成兄弟 把我当兄弟 你要真把我当兄弟 为什么沉语 连一课的身份只瞒着我一个人 而为什么 他一开始就防着我 即便是这样 你也不应该出卖他呀 我说的没有错啊 连一课的身份 又不是我捏造的 如今我效忠皇上 当然以江山设计为先 陈豫一心护着花不弃 这就是与我朝为敌 即便将来我手刃他 我也在所不惜 你 刚才那一拳 就当是我还你这些年对我的情意 想必从今以后 你也不想再见到我 我也不想再与你浪费口舌 你我救死 恩断义绝 你会后悔的 我不会后悔 陆是我自己选的 娘娘 娘娘 平安 我让白大人找到你 又恳求皇上让你入宫 你已经进宫几天了 怎么还是这么茅躁 你要知道 宫里可不比明月山庄 平安之错 平安只是有要紧的事 要向娘娘禀报 所以才心急了一些 你们都先下去吧 诺 诺 什么事 东平君王病软禁在昭辉殿内 二侠下受了伤 你说什么 肯定是那该死的化不器害的 皇上还没有抓到化不器吗 没听说他被抓 那长青的伤重吗 具体情况平安也打听不出来 只知道日日有人给昭辉殿送药 应该伤得不轻 不行 我要去见长青 娘娘三思 以娘娘现在的身份 要是被皇上知道 娘娘私自去见东平君王 恐怕娘娘刚刚得到一点恩宠就没了 反而要被砍头的 你可知道我现在多心急想要去见他 我哪还顾得了这么多 娘娘 娘娘 娘娘要是去见东平君王的话 还是等入夜了偷偷去看吧 夜黑风高 好隐身形 更安全一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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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死 purchasing 我 什么人 什么人 站住 你是什么人 我是清妃娘娘的贴身丫鬟 刚进宫不久 在宫里迷了路 不知道清妃殿往哪儿走 原来是清妃娘娘的丫鬟 那你起来吧 我告诉你怎么走 两位大哥能不能拉我一把 我刚刚好像脚崴了 起不来了 脚崴了 来 睡着走走 怎么样 没事吧 好些了吗 好一点了吗 我好多了 我好像好玩没事了 谢谢大哥 那行 赶紧回去吧 清妃娘娘的宫殿就在前面 好 谢谢大哥 不客气 走吧 你怎么在这儿 张青 张青 我终于见到你了 听说你受伤了 伤得怎么样 严不严重啊 已经好多了 你为何还在共联 我 一言难尽 那日 我被花布器所伤之后 被白剑妃救了 白剑妃将我 献给了皇上 如今 我已经是皇上的妃子了 真是世事难料 没想到 你会成为妃子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放弃现在的一切 我可以帮你出宫 清妩 我不值得你这么冒险 值不值得不是你说了算 只要你愿意放下花布器 和我双宿双飞 我可以帮你 谢谢你隔了这么久 还愿意帮我 可是正因为这样 我才不能骗你 更不能利用你 我的心中 只有不器 花布器 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这样 我到底是哪里比不上他 情不知所己 一望情深 在我心中他就是我的唯一 请我 其实你做皇上的妃子也好 至少不用像以前一样打打杀杀 也能过上锦衣玉石的神话 也好 可我并不觉得好 妃子不是我想当的 而你明明就知道我的心中只有你 秦妩 皇上贵为天子 你要知道 我现在只是一个接下求 你当真不愿意跟我走 即使会被花布器给害死 你也依旧爱着他 是 可惜如今 皇上已经知道他是碧罗天圣女 如果他敢来救你 就是自寻死路 你怎么知道布器是碧罗天圣女 是你告诉皇上的 对 是我告诉皇上的 我猜出他就是碧罗天圣女 我要他永世不得安宁 我恨不得向全天下日宣告他的身份 你 生气了 想杀我吗 只要你现在把外面的侍卫叫起来 让皇上知道我叶慧晴朗 又会杀了你 我们一起做一对亡命鸳鸳 也不错 来人 君王 怎么了 又叫玉玉过来 我伤口有些痛 喏 还有你 扶我去场面休息 喏 君王 你没事吧 皇上没有抓到花布器 肯定是长青 把花布器藏了起来 如果花布器知道长青在皇上手里 平儿 你觉得他会不会过来自投罗网 他好不容易藏起来了 应该不会吧 花布器 我倒要看看你对长青的爱 到底有多深 娘娘想怎么做 nap 快 护 再抬 Khal бар Bour继 臣妾给皇上请安 阿妃 你怎么来了 国事繁忙还请皇上保重龙体啊 不知是什么烦心事 可否告知臣妾 也让臣妾替皇上分担一二 说起来 这件事和你也有些关系 与臣妾有关 自当你进宫之日起 朕就下令 全国通缉你口中所说的主上 和拥有城王腰牌的东方石 可这么久过去了 两个人依然是石沉大海 有两种可能 一 就是他们逃到了荒芜人烟的地方 二 就是他们的势力 已经渗透到各州府 有官员在给他们做掩护 皇上 依臣妾看来 是皇上想复杂了 此话怎讲 碧庐天预言不是说 得碧庐天宝藏者得天下吗 臣妾认为 只要得到碧庐天宝藏 不论他们如何绞翻天 也不足为之 爱妃啊 你天真了 朕 从来就不相信什么 得宝藏就能得天下 夺天下 哪是那么简单的事 只不过 这句话 在民间相传甚广 我怕被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 不管如何 得到碧庐天宝藏 总不会错嘛 只可惜 现在臣只抓到了朱八爷 和陈玉 而那花不器 依然是下落不明 臣妾有一计 可以让那花不器 迫不及待地来到皇上身边 哦 说来听听 皇上 只需贴出 东平郡王和朱八爷 一个月后 斩首示众的公文 并已谋反罪 对花不器发布 还补文书 只要他一个月不现身 东平郡王和朱八爷 就会伸手异出 臣妾相信 为了他祖父和陈玉的性命 花不器 很快就会来到皇上面前的 妙计 妙计啊 爱妃 果然是朕的智囊啊 能为皇上解忧 臣妾就知足了 启禀主上 大理寺已经发布公文 处此陈玉和朱八爷 花不器的海捕文书 也已经传遍了各地 消息可靠吗 可靠 皇帝这么急着 想要得到花不器 看来 他已经知道 花不器就是生命 想要得到花不器 哪能那么容易 传连哥哥按上 盯紧长门和关道 只要花不器一出现 不惜一切代价 把他给我带回来 莫 堂堂一个君王 竟然用如此卑鄙的手段 来引周丫头过去 不行 周丫头会有危险 我得亲自过去找他 少爷 我们马上就要跟皇帝开战了 这个时候您不能离开啊 别再 站住 你不想让他死 你为什么总在花不器的问题上 不分轻重呢 因为我爱他 我不想让他死 你爱他就可以在骑兵 关键的时候 私以万为吗 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父母吗 他们都希望你能夺回江山 你看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如果皇帝把周丫头抓了过去 我无心打仗 世儿 如果花不器被抓了 你更应该第一时间占领碧落殿所在的位置 邱仲仙 这样皇帝即便得到了圣女和圣物 他也进入不了碧落殿拿到宝藏 只要他进入不了碧落殿 花不器就是安全的 你知道吗 sprouts 他也进入不了碧落下 你还得 adjustment lv primlair 你还得美着 你还得美着 而我 尘兽的说 Mantis 他是由来 要练导的 没时间再耽误 我必须尽快见到皇上 才能够救他 我就是中府的珠珠 我要见皇上 上人 上 别来 来人 把他给我带走 诺 走 别来 快走 带他去见祖上 赶打我们官爷的路 不想活了是吧 有声 赶快走 师父亲 快上马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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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跟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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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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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 驾 驾 驾 站住 回头 就是你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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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驾 驾 武器 我终于找到你了 武功 你这儿不要紧吧 小姐 尖上 我没事 大哥 你们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 我去苏州府找你 才发现朱府已经人去府空 没过多久 就传出皇上通缉你的还不文书 前几日也听到城门外的官兵谈论 知道你就在这附近 所以我一直在找你 谢谢大哥救了我一命 不见 你现在不能进京城啊 皇上在通缉你 你这样去找死你知道吗 大哥 如果皇上抓的是你娘 难道你不会去救她吗 那我送你静静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有我陪你 我们 我们可以查一查猪八爷的消息 对不对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武器 我觉得 大哥 你知道那天你娘对我做的事吧 虽然你刚刚救了我 其实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而且我现在是朝廷通缉要犯 你若是帮我 莫夫也会毁你一旦的 正是因为 我知道我娘对你和你娘所做的一切 我知道我这一辈子也还不清 我只是希望 你能给我一个 替我娘赎罪的机会 热情 规情 达尖因为有天 加入罪 �를聊天 注定忘却 一落寂静的红剑 我情愿 此生断了与你的缘 情愿 此生断了与你的缘